上级咱们说了造极的故事 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位不敢保证 其知名度绝对远高于造极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成语您肯定知道 叫什么 徐娘半老 风韵犹存 听过吧 要夸一个不是那么年轻的女子 还依然很有姿色和风韵的时候 很多人用这个成语 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呢 就是这个成年独角 只不过听完故事之后 我估计你以后会慎用这个成语了 为什么呢 具体咱们把时间拉回到 1400多年前 准确的说是南北朝时期的 公元554年 去点南朝梁的江陵皇宫 化成那一年的那一天 天还没亮 南梁皇宫乱却一团 但是宫儿太远了 每个人拿着包裹 把宫儿童谣 仓皇温柔 发生一困 我们知道 历史上那段时期 为什么叫南北朝 就是因为国家 八字算命书 亚成八字命义 是基于生产八字推广的 一门专门 向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义 二十余年的造长 现场八字算命书 一家风险故事 零湖法 造长归继 2088 28 二十余 大分列 各路政权是你生我多 对吧 西魏国对南梁又开始大规模进攻了 而且眼看着就要打到南梁国乎降临了 公民太监要逃命 但是注意了 就在荒万之中 有一个人就是富质不卖 走路的姿态还挺丘雅 没习惯 既然逃命都来了怎么样 他却亦想都不慌了 不光是内服 您再看这个妆 这一眼 这一眼 看着 幻边面 正常点 另一半边的 眉毛 短期没有 脸上 幻边 不许到这儿 您把这儿会这样 这个女人不会是脑子出了问题的 实际上话叫 是吧 还别 往下 这个女人向四周倒视了一圈 然后走进一个房间 紧接着她 三尺白铃 抱在了房梁之上 然后脖子伸进套中 啥 啥 啥 鼻子 相信这个时候你脑子一定会有很多疑问 这个女人究竟是谁啊 她为什么要自杀啊 而自杀之前为什么要化一个如此诡异的半面妆呢 这个女子就是接下来的主角 我们要说到的称语 徐娘半老 你说那个徐娘 那她为什么要自杀啊 还有你就诡异的半面妆来接受自己的生命呢 因为她的战术 梁元帝 肖义 肖义这个名字很多人不熟悉 但是说到三朝四肖 喜爱文学的朋友 根本就知道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 文封鼎盛 从上读书啊 在同一家族里边 往往会出好几个文学成就很高的人 比如说三朝 所以就是曹操 曹批 曹执的父子三人 那四肖呢 就是梁武帝 肖眼 和她的三点儿子 肖义 就是其中之一啊 这里咱们再看一个很有意思的提案 通常我们把那些在学校求学的人叫做读书人 对吧 可您知道读书人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吗 这就跟肖义有关了 你看看这个 这是学校当中网上的肖义的话 从画像上看 咱们看出什么 交易词是正常的 无论是眼鼻头发 无关都很正常 但是实际上画像是在每一画过 真实的交易啊 有残疾 一只眼睛是彻底看不见的 另外一只呢 视力也很弱 高度的弱势 但是此人有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冲道 那就是虽然说身有残疾 同时呢贵为皇子啊 没有什么生活压力嘛 他就没有自貌自弃啊 就干脆啊 反正是一来伸手 翻来张孔嘛 是吧 就不用学习了 相反 他读书更加勤奋 勤奋到了什么程度呢 因为视力不好 不能长时间看书 于是他便找人来给他念书 轮番直番啊 咒业不停 这些给他念书的人 就叫做书书人 读书人这个词是这么来的 书方爱读书 交易呢 还有一个很牛的身份 什么呢 您来看这个 这是一幅有名的画 名叫实际题 上面画的是当时前代朝贡 有各国史臣 有波斯的 有摆地的 有修辞的 有摩国的 十几个国家的人 他们长相不同 不是不同 对于每个人的神态也都不相同 整个画作呢 继续揉成同次分明 堪称中国南朝绘画意识的代表 这幅画出自谁的手呢 就是肖义 后人评论肖义啊 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帝画家 那么如此说来啊 这个肖义虽然说他眼睛有点毛病 但是呢 爱读书啊 精通绘画 又是帝王之身 应该是一个有财情 同时当然你说 有地位的这样一个男人吧 应该算还不错了 那么徐梁为什么对他如此不满意 要给他扣一对帽子呢 这个说起来背后有隐形 具体啊 咱们从他们的相识说起 话说当年交易呢 还没有登基 当时只是江东郡网 复得镇守江林 那个时候他的手在名叫做徐昆的将 他就不做 有一天晚上 徐坤请他去家里喝酒 可不了 喝着喝着呀 突然之间 肖义端着酒杯就不动了 怎么呢 有一个妙龄女子 敬前来敬酒 你说他干嘛要敬前来敬酒呢 隔着远一点 他不就看不见了吗 是不是 当时肖义觉得 哎呀 这女子真美呀 这个温温的尔雅中 不失活泼天真 微笑中透着青春的气息 这是谁呀 徐坤的女孩叫徐昭沛 也就是后来的徐娘 所以这样 交易一见功勤啊 对于徐昭沛 就把这个姑娘取进了功 我说 交易虽然身有残疾 但是在徐昭沛眼中 这是一个国学多才的大才子 你看 你说吧 加上又是个王爷 他感觉自己非常兴趣 这段时间呢 两个人是 含世聊话 如交四期 但是 幸福的日子年过多久 平常发现了交易比较大逼 什么秘密 交易俘人 虽然文学道义不高 表面上也像是一个谦谦君主 但是我这里也并不是这样 说一件事 有一天交易和平常一样 跟人聊天 非常多有人说 一个叫做王权的人文才很高 说的时候啊 还注视挑起大拇指来夸赞 那么王权是谁呢 这个王权其实是 交易的顾表兄弟 按说别人夸自己兄弟 那是好事啊 肯定应该是想不到的啊 接下来交易干的事 那不是人干的事 怎么呢 到这天开始 交易就跟着了魔一样 时不时的在纸上 写上王权两个字 写完之后打一叉 写完再打叉啊 如果只徐子凡网络 人家好几天都不写 再往后呢 他们写 没有打叉 他竟然让他一个 飞的哥们 这飞的有点准备 改名字 改叫王林 我为什么要这样改名字呢 改叫王林 原因是王权的父亲 就叫王林 肖易大概是认为 我这样就可以羞辱王权 你说这脑子 是有点问题啊 内心扭曲 幼稚而扭曲 这怎么会是一个文学家 兼画家 还是常常一个王爷 干得出来的事呢 由此可见 这肖易其实心胸狭窄 这一样 这是一件事 再说第二件 肖易曾经亲自编乱过一本书 名叫跳得算 在这本书里 肖易当世人发出高兰 天下人都应该真诚跳到 正是因为这本书 本来是梁元季 肖易 以后的嗜好呢 被增加了一个跳 人家是跳远王林 反正 真的 跳吧 不过 所谓跳 不过是他家后人 给自己家仙人脸上 切的尖 为什么呢 看看肖易是怎么登上皇位的 您就知道了 那是公元58年的一天 肖易并在天出 现在就是赚人 可就在肖德赚的时候 手下送来一顿 金城造极文书说将头起 判乱 宗成被围 秦始危急 江东王 速速发兵秦王 救皇上 以水火之中 按理说 祖皇危急啊 秦王克文化吧 可是您才肖易怎么做呢 他不仅不着急 反而激动起来 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计划东西来了 于是他故意拖延时间 拒顾发兵 而等到自家兄弟组织 一个个被判军消灭 甚至直至确信父亲被困的皇冬 已经活活饿死了之后 他就才出兵停判 没想到吧 徐娘心经养慕的丈夫 竟然是这样一个伪政者 让徐娘不免打